Hello,大家好,我是Ryan 那今天呢,这一个影片可能会有一点点长 比起其他的一些影片比较长,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东西我非常地想要和大家分享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小孩的能量 小孩的能量是什么呢? 所以今天我在录这个影片的时候,现在是24号 原本在今天晚上会有一个SOP体验个案 叫做小孩的能量 这个SOP目前为止,报名的人非常地少 为什么呢? 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其实不太了解 大家的想法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或者是大家已经直接就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已经明白这是什么了 但请问你真的明白吗? 所以我会把今晚的SOP推迟两天到26号 就算你不打算报名任何的东西都好 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个影片可以看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小孩的这种状态呢? 其实是很多人很误解也很抗拒的 比如说,当你还是小孩的时候 有多少大人对你的投射 大人对你的评判是你不懂事 你只会做错事 没有人承认你所懂的东西 没有人承认你的知晓 没有人承认你的觉察 甚至有些时候 很多的小孩在背负着很多大人的错误 大人的责任等等 成为小孩就不轻松了 所以我现在想要说这种成为小孩的能量呢? 是更早期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埋住所有这些错误的时候的 那一个小孩的你 那个还是小孩的你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所以比如说,大家现在可以想一想 我们一起做个简单的练习吧 算是一个练习 现在如果我要你想象一个困扰你的一件事情 或者跟某一个人的互动 跟某个人的关系 对你来说目前是不轻松的 所以你一想到这一件事情 你已经有很多的大人的思维 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 或者针对这一个人 你已经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期待投射 很多的评判 你应该做什么 做什么是对的 但现在如果把这一切全部抛开 你问一问你自己 如果我只是一个小孩 我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我会做的是什么 我会成为的是什么 或者我会说的是什么 你会发现到一切变成是更轻松的 一个小孩原本的状态 小孩有太多的状态了 我只能够形容一些我目前能够想到的 或者目前符合能量的 比如说 带着好奇心去感知这一个世界 对这整个世界 除了有好奇心 还会有这一种感恩 就是 哇 这件事情 一切对你来说是很新奇的 是 你会愿意去接受的 所以你看小孩 当他们有好奇心 有这个感恩的能量的时候 他们会接受 他看到任何东西 他会接受 然后慢慢的 这个接受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换成的是什么呢 期待 投射 要索取一些东西 我从这一个人身上 从这件事件中 我可以得到的是什么 我的利益是什么 我的好处是什么 但是一个小孩 原本最初的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 我可以贡献的是什么 在这里 我可以怎么样玩 我们可以怎么样玩 我可以和另外一个人 和这些人一起 可以一起创造的是什么 而不是 我一定要得到些什么东西 那我才可以证明 我是有用的 我是有价值的 才可以证明 我是这个胜利者 所以 这一切带出的这些能量 就是你们现在 我可以感觉到这一种状态 就是 哇 我好想有这一种 再次回到这一种状态中 所有不允许的这一切 你现在可以选择拥有 所有不允许的这一切 所有不允许的这一切 选拥有比天小得了那么多 被你把它全部摧毁 永远不得创造吗 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ower and pot all nine shots, boys, prophets and beyond 所以 你现在可以放开多少 对小孩是什么 小孩不是什么的这些观点 这些期待投射和评判 让你肯成为小孩的能量 成为你真正所思的 这一个小孩的能量 所以不允许的这一切 你会把它全部摧毁 永远不得创造吗 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ower and pot all nine shots, boys, poets and beyond 这个是SS的清理句 就是如果今天你是不懂 怎么样找到这个影片的 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SS consciousness的清理句 ok,当你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 你怕被别人评判吗 有人评判你的时候 你会接收,然后就 ok 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对评判的回应是 你是会接收的 但是 当你不买入评判 没有去认同这个评判 没有去对抗这个评判的时候 也没有让评判限制到你的时候 大人告诉你的是什么 大人觉得 你这个人太糟糕了 跟你说你错 你还不听 所以大人会教你 就是你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回应评判 也就是 所谓大人世界中正确的回应评判的方式 就是你应该被评判影响 那个才叫做正确 今天如果你被评判 然后你没有被影响的话 大人会评判你是什么呢 他们会说你不懂事 当你像评判 像这个世界低头的时候 反而大家说什么呢 这个人懂事了 所以 这个小孩的能量 这个东西是 我非常的想要创造出的 这个空间 这个能量 懂的人就懂 会选择的人就会选择 不管人数多少 我还是会做的一个SOP 这个集体个案 那会推迟两天的原因是 因为我希望这个影片 可以让你明白多一些 然后可能你会做这个选择 我对于你会不会做这个选择 我倒没有观点 小孩没有这种观点 我是一个大小孩 但是 我之前没有录这个影片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没有把这个部分说清楚 没有成功的带出这个邀请 所以我希望这个东西可以成功的 这个影片可以成功的 让你稍微多理解一点点 这个SOP集体体验歌 还有我要带出的是什么 当然这个只是 非常在 非常初步的一个 非常表面的解释 一个SOP集体体验歌案中 会带出的是 无法定义的 而且很多时候 这些无法定义的东西 不能用文字 不能用语言去形容的东西 是非常庞大的可能性 所以 所以在26号晚上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来参加 那我们可以一起创造的是什么呢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 这一次的这个 SOP集体体验个案 收费 会是我一般 SOP集体体验个案 收费的一般 特别给小孩的 小孩就是你们 所以 这一次搬家 然后在26号晚上 如果你有兴趣的 欢迎你来参加 我们可以 怎么样 以小孩的状态 来享受这个世界呢 OK 拜拜